一些細碎的小花 現在我用的這個是 一些細細碎碎的粉紅色的芮香 來抽下段 我們看一下這個下段的這個部分 再一撮的這個芮香 就是把下段的這個 雞盤的部分把它收起來了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以 比如說薄的部分 是做在下段的 然後呢 那個上段的部分 是用了一點點織材的花材 那今天我們相反的就是說 我們用花做它的 底部的培襯 然後那個 薄做上段的這個部分 那我在前段呢 我只要再收一下雞盤 我覺得這樣這件作品 就很OK了 那我再找兩片的這個 電信藍葉來用 我試試看這一片大片的 是不是一葉呢 就可以把它收起來了 就把前段的雞盤給收起來了 那我們試試看一下這些作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只單用一片的這個 電信藍葉 把這個雞盤收起來的感覺 我們看一下這個效果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一件 看起來雖然很大的一件作品 但是呢 那我是借用了這個 枯木來做主要的這個架構 好 然後運用 嗯 現在 夏季非常耐的一個花材 也就是 嗯 柏 來做它主要的 上段的一個花材的運用 那它的主花呢 我用的是石壺爛 好 那雖然是一件好大的作品 那我們常常說呢 那個四兩波千斤 好 剛剛在插桌的過程 雖然有一點點的 要用一點力氣 好 不過這 插到後來就覺得 越來越順手了 好 所以我們在這一期的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 嗯 我們這個主題叫做 臨波微步 也就是說 我們在現在的時代中呢 我們要怎麼樣用很 很有智慧的一顆心 那也很敏銳的一個心 然後怎麼在這個社會上呢 然後能夠立足 那能夠過得非常的愉快 那也過得非常的舒適 那我們知道呢 臨波微步呢 它是來自朝職的洛神父 到了那個金庸的小說 天龍八部裡面呢 我們知道有一個段譽 就是大理國的王子段譽呢 他後來學會了臨波微步 那段譽是一個非常慈悲的一個 一個年輕孩子 他因為他的家族 其實有非常好的武功 也就是所謂的異陽子 但是他覺得學武功 用來傷人他不喜歡 但是他在不知不覺中呢 他也是在給那個 仙女姐姐叩頭的時候呢 就發現到了這個北女神功的 最後的尾端的一個功夫 叫做臨波微步 然後他就寫到了這個臨波微步 後來段譽在江湖中 就用他的這個臨波微步呢 非常輕鬆的 在這個他一生的這個過程中 那我自己覺得說 在看金庸小說的這一段過程中呢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分享 那個臨波微步的這個優點的 那不過我自己也常常用小說中的人物 跟他們雖然是小說中的武功 但是在現在的社會 如果我們去觀照他 就覺得他是真的很適合我們 在某些場合 或某些 現代時代的一個生活中的應用 那在插這件作品中 又讓我想到了這一段 就是說雖然一個很大的作品 那怎麼樣用那個 四兩波前進的方式去插作他 那我想這也是一種智慧 好那接下來的這件作品呢 各位愛阿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前面有一個這樣子的 同志的一個香爐 那我自己每次看到這個 同志的香爐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中國在宋朝的時候 那有一幅畫叫 宋徽宗對花撫琴圖 那我們知道呢 宋徽宗貴為一個皇帝 但是呢 我想他怎麼會對花撫琴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一個君王的一個 relax 也是一種放鬆 宋徽宗呢 他是一個藝術皇帝 但是呢 他確實也是一個王國的皇帝 因為其實他一個藝術家的一個本人呢 他是 我相信他會非常的後悔身在帝王家 那宋徽宗流傳在中國呢 有一幅很有名的話叫 宋徽宗對花撫琴圖 也就是說呢 宋徽宗在他的閒暇之語 然後呢 他彈的骨琴 然後對著花彈琴 來述說他的一個內心的一個情懷 那他當時呢 就是用一個太湖石 上面放一個基案 然後呢 放了一個香爐 那在那個花器上面呢 就插花 然後他對著花撫琴呢 最主要是對著桂花來彈琴 那我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 童香爐的時候 我就撿了一點點桂花 那我也來插一個 那個以桂花為主的一個 對花撫琴圖 那這一件那個 對花撫琴圖呢 不管每次我們到國外去 做中國花藝的一個介紹的時候呢 都很受到很多人的一個矚目 因為它是一個很雅致的 然後也代表一種 宋朝的一種美學的一個作品 那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現在這邊這個香爐 其實我這個香爐 它是有一點點民間的一個色彩 可是我把這個香爐的蓋子拿起來之後呢 我想它就 感覺上就有一點點 比較文人的氣質 因為其實呢 文人的香爐會有文人的一種 表現的方式 甚至它的圖案 會有比較一種文人的 比如說畫梅蘭竹菊 蝕菌子花 那這樣子的圖案 也會跟著 會有一些些變化 不過呢 因為在台灣呢 香爐的取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銅製的香爐 它常常費用都是要非常高的費用 有時候看到了很喜歡 但是還是都沒有辦法去買它 那這個香爐是因為我在美國呢 發覺在美國反而他們這個香爐 他們賣得很便宜 所以有一次到美國去做這個 中國花語推廣的時候 我就帶了幾個香爐回來 那這個香爐還帶給我很多很 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記憶 就是我把這個香爐 本來是打包在大型禮包裡面 結果因為像這個 同志的作品本身就很重 就在破磅秤的時候 它就太重了 然後他們就叫我要拿出來 我拿出來之後 我就想怎麼辦 我真是只好背在身上 那背在身上 像我用一個後背包背著 這個香爐它的造型又很特點 所以一路上背著這個香爐 那個背後就非常的痛 但是回來以後就覺得很值得 因為背了兩個香爐回來 我就常常可以用它來擦花 所以我今天就把這個香爐拿出來 來擦做 然後呢 我最主要是要用桂花 因為慢慢的進入秋天了 那我們常常說當桂挑香 然後呢 我們也會覺得桂花在秋天擦起來 雖然現在台灣的四季的桂花都很美 可是呢 會覺得說在秋天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講八月桂花香 所以呢 在這個季節呢 剛好把桂花拿出來擦 就覺得特別的符合這個解氣的感覺 好 那這個桂花呢 我先把它稍微修整一下下 其實我的這顆桂花呢 它已經算是很美了 因為它的葉子沒有很大葉 都是比較小小葉的 因為這個花氣本身它並不大 所以如果葉子太大葉的話呢 那您就會覺得 它之間的那個比例對稱是不對的 但是這個桂花呢 剛好它的這個葉子呢 是小小葉的 好 那我在裡面呢 我放一個 一個鍵三 那我放一個鍵三 把它放進去 好 那這個鍵三 那我用斜對角的地方 把它放進去 它的大小很接近 好 因為它這個口的地方很小 好 那我放了一個鍵三之後 我就可以用它來擦這個桂花了 好 好 那我這個桂花呢 讓它擦的有一點點高 有一點點高的高度 然後呢 我 好 再把它剪掉一些些 好 好 那桂花呢 這個花材 雖然它質感 並不是很粗 但是呢 它的質感還算是蠻硬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 先稍微的把它 修枝一下下 那各位愛花不撒可以看到 其實這次桂花本身的線條 還蠻優美的 因為它從上段 這樣子有一點點 S型的一種 效果的感覺 好 所以本身的這隻桂花呢 它就很有韻味 其實光擦一隻這樣的桂花 就已經很美了 只要下段再收一點點隻腳呢 就感覺就很好了 好 那我再把剛剛剪下來的桂花呢 做它一個側面的一些 重置的一個運用 譬如說呢 好 我把它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這個剪一下下 好 再用一小隻 好 我再把這個 好 那像這個 這個葉子呢 就稍微大片了一點點 所以我把它 修掉一點點 好 那我現在呢 讓它往西北的這個角度 漂過去 因為我們整件作品 它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在後段的這個地方呢 西北的角度 把它加一個桂花往後漂 好 那各位阿波上可以看到呢 嗯 其實平常我們並沒有很多的 機會可以插到桂花 不過 誒 發覺這個桂花插起來 還真的是 還蠻有韻味的 好 那我再稍微的把它 前段的地方呢 再補一下下 好 再加一下下 好 讓它拉一點點 前段的直角的位置 好 在前段的地方 好 好 那各位阿波上現在可以 稍微欣賞一下下 其實我這件作品 如果純粹 只有擦桂花 是不是也感覺出它線條的一種 很優雅的感覺 好 那我們剛剛說 當桂飄香 好 那也說那個八月桂花香 所以桂花會給人家一種 很美的一個意境的感覺 好 本來我想加一點點蘭花 好 不過我覺得光是只擦桂花的這個線條 就已經很棒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常常 沒有比較不懂的去享受當下的一個感覺 像這一次剛好有姻緣到西湖去 那看到西湖呢 是漫天的這個荷花 那我在西湖散步的時候 就想到 我們知道呢 當時在南壽的時候 金霧樹跟岳飛 因為那個 金霧樹呢 當時想侵略中原 那在古書上記載 那說呢 金霧樹當時聽到 中國呢 就是江南 就是中原的江南 是山丘桂子十里荷香 也就是呢 江南充滿了桂花的香味 那十里呢 都是什麼 都是荷花飄香 所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意象 在金霧樹的那個腦海裡 就讓它動了侵略中原之心 他想到 他所生長的地方 都是比較荒漠 然後比較辛苦的 那土地比較平靜的地方 那他想到中原呢 尤其是江南一帶 山丘桂子十里荷香 那就讓他覺得 他想佔有這塊土地 讓他的子年能夠生活在 這麼愉快的 這麼美好的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呢 花會帶給人 很多很美好的意象 就像我們今天用到的 這個桂花一樣 因為桂花呢 在中國呢 我們會發覺 當我們到很多的園林 去散步的時候 或者我們到 中國的江南 或者說我們在台灣的 林家花園 很多的花園裡面 甚至我們一般人的家庭裡面 我們都喜歡種桂花 因為呢 尤其是我們會覺得 桂花 金黃色的桂花 我們稱為金桂 那銀白色的桂花 我們稱為銀桂 那中國人覺得 入口處種桂花 叫金玉滿堂 尤其是種一顆金桂 又種一顆銀桂 象徵的金玉滿堂 那就是很多人 對桂花非常美好的一種意象 那在這樣的一個 八月的時候 那我們也感受到 我們